大家好,我是爱玉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玉言神 5.1-5.3卡时角色登场安排 签字陪跑炎万叶 钟离,深厚的复刻时间曝光 第二期混词最新消息 玉言神5.0前瞻直播骂场一片 道威尔刚真情流露 还是专案主过于浩曼 玉言神5.0新增8种武器 相应属性曝光 官方已放出免费获取方式 活动时间别错过 玉言神官方给他们提供猛料了 玉言神5.0中年庆元时奖励汇总 风系成女可飞行 火神战绩骑龙 冰系女法加雷大剑来了 少女确定入辞 玉言神5.0那塔时机放出 超多内容抢先看 凯瑟琳驻上大别墅 鲨鱼妹太可爱了 众所周知 玉言神5.0版本越来越近 除了三位新角色的登场外 5.0版本还会有大量福利活动来袭 除了邮件赠送的十连粉球等奖励外 就是常驻五星自选了 总的来说 对比往年福利 优化都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说起5.1及后续卡石角色等相关消息 一起来看看吧 有关于5.0卡石角色 官方已经官宣 就不多说了 而说起5.1到5.3卡石角色的登场安排 也是很多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 就网船的相关消息汇总来看 5.1上半卡石西诺宁会登场 复刻的五星角色之前的消息提到大概率有 不过现在看来 开幕有千只 5.1上半卡石千只复刻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下半者有可能是不仁 温迪 而后续的5.2卡石 目前已知的新五星角色是恰斯卡 风系成女主C 复刻角色的话 大概率就是长期未复刻的 中离 来欧斯利 生贺这三位了 5.3卡石的话 新五星角色是马威卡 早期的消息中就有提到 已经延期制了5.3卡石 复刻角色就不多说了 毕竟版本跨度大 再加上混池等因素 可信度还是非常小的 至于第二期混池的开启时间 起码等到5.1级后续版本才会开放了 按照之前混池的安排来看 后续应该还会有 李悦 稻妻 虚弥的混池 其中李悦混池角色大概率有 七七 克勤 胡桃 甘雨 夜兰 白竹 肖 达达丽亚 稻妻大概率是 灵人 灵华 一斗 肖公 笋子 星海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开放了 感兴趣的旅行者们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相关消息哈 大伟哥在前瞻直播中的流泪 虽看似真情流露 却让部分玩家感到陌生 甚至被自以为鳄鱼的眼泪 然而 作为游戏创作者 他对原神的投入和热爱无疑是真心的 那么 为何他似乎总是听不进去玩家的心声呢 问题可能在于 大伟哥现在已没有足够时间深入体验原神 由于工作繁忙 他可能已很久没有完整玩过这款游戏 因此可能并不清楚目前存在的具体问题 实际上 问题可能更多出在项目组身上 大伟哥只是偶尔视察 而项目组往往用看似好的数据来搪射他 导致他无法真实了解游戏现状 直播中的玩家评论也可能经过筛选 并非真实声音 四选五星的福利虽然看似回应玩家意见 但实际上缺之后了一两个版本 表明项目组在听取意见方面存在之后性 如果大伟哥能亲自看到原神的真实数据和口碑 他或许会意识到策划组需要承担更大责任 综上所述 原神的问题主要在于没有准确听取并回应玩家建议 为解决这一问题 可以让玩家直接参与游戏内容的投票或决定 只有这样 原神才有可能持续进步 否则热度可能会逐渐减退 5.0版本前瞻的内容非常多 官方做了很多证明优化 没想到的是 就连奖励也增加不少 哪怕是非课金玩家 在5.0版本中也可以拿到120抽 更别说全家统玩家的154抽 将近一个大保底的奖励了 除了奖励外 本期内容我们来看看新增的八把武器相关资讯 部分武器还可以免费获取哦 根据卡池的安排来看 哪怕5.0首歌版本共有两位限定五星登场 对应的专武也随之上线 分别是法器冲浪时光 以及双手剑三王长牙 不得不说 新版本的两款武器外形非常适配相应角色 每把武器都有自己的特点 尼路看到要哭了 另外 玩家还可以通过大型本本活动 获取四星法器仓文脚杯 外形设计如海螺号角还有个性 该武器可基于生命值 造成范围伤害 玩家可以通过活动 获得满金武器值得收藏 5.0纳塔版本更新后 全新的锻造武器将会随之上线 其中 已有三把锻造武器属性放出 长柄武器红的行技 可提供生存能力 法器木棉之环 法器普攻角色优选 也就是说主要争议为普攻 双手剑和地者可提供大量攻击力 预计可作为火神的夏威替代四星使用 另外 还有单手剑的西碎之敌 以及弓箭碎链 不过官方并未公开争议属性 预计会在后期的推文中发布详细说明 在这五把锻造武器中 长柄武器 法器和大剑将会通过 那塔的A族网页活动免费获取 武器图值可通过那塔的阿龙进行兑换 赠送锻造武器也算得上优化了 最主要的是 直接送了三把 难道是那塔三小只的夏威替代 出发 火之国网页活动开启的时间为 8月22日到9月24日 各位旅行者可关注官方通告了解更多详情 阿基 昨天 原神到尾哥二与眼泪的相关事态 还在猛烈发酵 今天 原神的爆料信息就聚增了 8月18日 许许多多的那塔视频 突然出现在站内或者社交平台 随后 吹捧者开始下场同色化的标题 对5.0新机制新玩法大夸特夸 玩家建议 原神距离那塔版本上线 不是还有一段等待时间 为什么现在网络上都在凤子爆料了 按照原神方面的说法 官方这次放开了爆料限制 对外向部分玩家开启了5.0创作者体验符 玩家可以前提披露那塔信息或制作攻略 请注意 是支持 是鼓励的 并不会追责 官方正在给拉来原神的创作者进行激励 要害原神创作者们建立互动关系 以及稳定当期的疫情环境 这也是为了阻止内鬼腹泻式爆料的期待值破坏 毕竟原神新版本前夕 永远绕不过的一个问题 就是内鬼的疯狂爆料 特别是在节奏上 毫无把控的身风点火 这一行为必须打击 甚至提前预判 反正看互联网上的视频 创作者在不断展示那塔的美好与新奇机制 确实提前一步扼杀了内鬼的节奏 很多内鬼 因为官方限制了此次体验服的资格 没人撑到流量 只能气急败坏地发推文 宣称要退出转行 原神不再值得助手 不得不说 原神的针对那塔热度放料的作派 确实很奏效 好的于琴被提起来了 坏的于琴被冲散了 那塔体验服的爆料 陆续登上话题热榜 前瞻于琴与剧情事态逐步站出玩家的视线 当然 曾经抱怨的原神攻略区创作者 也立刻转变了立场 再次变成了原神终成的拥护者 毕竟官方这次体验服内容就是给他们准备的 方便攻略区 UP做攻略用也是一种另类的原神激励计划 但前提是要展现好的一面 这也是为什么近两天 原神爆料猛争 网络上出现了大量对那塔夸战的诱因之一 完全个人看法 7月份的游行节奏 着实让原神运营看到了玩家的杀伤力 明确看到节奏对卡什流水不可估量的影响 原神官方既然意识到问题的方向 就不可能再放了不管 现在他们调整了策略 对创作者进行激励 轮流赛选 试图将原神热度以及口碑再次拉回来 毕竟 有句话是这样说 原神当初的巅峰热度是靠而创与创作者维持的 事实上 官方承认的创作体验服爆料 在不断演劣的原神运行环境中 官方有自己预想的利益 我们也不用回避 在编导的吹捧式爆料操作下 玩家肯定也有不同的见解 但真正可以扭转现今游戏口碑 肯定只有态度和诚意 毕竟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 原神当初的巅峰热度是靠而创与创作者维持的 事实上 官方承认的创作体验服爆料 在不断演劣的原神运行环境中 官方有自己预想的利益 我们也不用回避 在编导的吹捧式爆料操作下 玩家肯定也有不同的见解 但真正可以扭转现今游戏口碑 肯定只有态度和诚意 想象一下 如果有一天原神不再无嘴 不再冷处理室沉默 会有多少人为此惊喜 会有多少玩家愿意继续为其买单 按照原神这个体调 相信会很多 希望原神听取 以那塔版本为诗点 少些吹捧 多些实干 好好运营 原神 回顾初心 才是玩家最愿意看到的 现在 爆料娱乐只是第一步 众所周知 原神那塔5.0的前瞻直播 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 新无星角色马拉妮 金凌奇也即将登场 外叶 雷神也将迎来复刻 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 除了几位角色的登场外 后续卡石火神等角色的相关消息 也终于来了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要说的就是 各位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 5.0版本原始统计的汇总了 在5.0版本中原始获取的途径 还是比较多的 除了正常的每日任务 新救生渊 商店兑换 新任务等等外 5.0版本的周年庆 给予的活动奖励也是非常多的 总的来说 林克玩家最高可贵126抽 小月卡玩家最高可贵149抽 大小月卡玩家最高可贵158抽 而说起5.1及后续卡石角色的相关消息 就目前的最新消息来看 纳塔5.1卡石开始 暴女希诺宁会登场 然后就是5.2卡石登场 那夏斯卡 火神马威卡据说是在5.3卡石登场 其中夏斯卡能飞 是风元素角色 火神马威卡1技能战绩能够齐龙 类似雷之律者牙1 同时执行关中的少女哥伦比亚 也会在5.1版本登场 不过目前看来 这些网纯的消息都是存疑的 并没有实锤 而说起5.1及后续卡石角色的相关消息 就目前的最新消息来看 纳塔5.1卡石开始 暴女希诺宁会登场 然后就是5.2卡石登场 那夏斯卡 火神马威卡据说是在5.3卡石登场 其中夏斯卡能飞 是风元素角色 火神马威卡1技能战绩能够齐龙 类似雷之律者牙1 同时执行关中的少女哥伦比亚 也会在5.1版本登场 不过目前看来 这些网传的消息都是存疑的 并没有实锤 至于早期足迹里的 黑皮小萝莉 安山的星级貌似也确定了 目前来看是四星女角色 也算是意料之内的事情了 毕竟早期的消息中 就有提到是四星 值得一提的是 纳塔的愚人重执行关队长和少女 其中队长大概率 是雷系单手渐渐角色 少女士兵系法系角色 其中少女据说确定进卡池 不过毕竟版本跨度大 保不保证就不知道了 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